11月底的九合一选举 其中百里胡志争台中市不止蓝绿 推派的两位参选人 还有另一位政治素人陈美飞 也登记参选要投入市长选战 陈美飞说她是单亲 独自抚养了三名子女长大 孩子都已成年 现在在念高中直进修部 参选动机则是要改善台中市的教育跟交通 不管是蓝绿政党 我觉得他们的建设的角度改革的角度太慢 而且负责说他们改革的重点 没有符合我们一般小市民的期待 或是没有符合我们小市民的需要 但是要选直辖市长登记参选时 必须先缴150万元的保证金 台中高铁车站有开发到我们的 土地征收 尽管保证金取回门槛是得票数要超过选举人数的十分之一 政治素人陈美菲说 知道得票数没超过门槛 保证金150万 不予发还 但地方妈妈坚持 为了理想要聊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